啊,你看 FIRST FLOOD Double Kill Hello,大家好啊,我是走男 我是7.7 有粉丝要求我们做克苏鲁系列的造景 这么过分的要求 当然是答应咯 首先我们来染一坨散一只狂掉的纸棉 来模仿一下脂肪、内脏以及肌肉之类生物组织的颜色 这个手绘跑轮的理念 我给你们讲后特别的高级 鼓掌 我们选择了代表续神的眼睛图案 几何图形以及黑白配色 而红色的血迹则代表秩序正在伤化 主平台采用了比较诡异的三角形 以及相对凌乱的蓝紫色色块 因为我是一个没有美术功底的人 所以千万不要吐槽我恶心的调色盘 跟我吐槽的手法 美术生7.7表示其实还可以 现在我们把实行克苏鲁风格的棋子拼接在一起 大概也就用了一斤的热绒胶吧 然后我们开始死亡配色 把它们都涂得肉糊的 这样子可以和纸棉融为一体 现在正式进入铺钢环节 首先我们把三个奇形怪状的平台先戳在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撒这个肠子色的纸棉了 听说美制作一些克苏鲁主题 就有一名粉丝会失去他的内脏 咱整点阳间的玩意儿好不 那我们现在用内脏 不是是用纸棉给他窝一个巢穴 然后寄出我们精心制作的大型客系雕像 赶紧把专业打在公屏上还在等什么 这个厕所是污秽之地 一切混沌的起源 这石盆就是召唤出我们的主角 克苏鲁的祭坛 我们把这个被侵蚀的秩序之眼 放在最中间的位置 最后就是放上水壶 我们现在来看看整体的细节吧 看看这蒙哥里安式的图形结构 梵高的油画配色 将野兽派与超现实主义完美结合 我不听我不听我受了 不在弹幕里吹彩虹屁 不在评论里吹彩虹屁 不点赞 不投币 不收藏呢 你们完全没有呀 因为这个石盆我做的时候忘记录了 所以给你们讲一下过程 其实非常的简单 有手就行 找一个花盆 然后在上面五脑贴 路边的那个铺路石 我这就在门口捡的 然后这个沉思的客总 是买的手办直接粘上去的 厕所上画的本来是一个白色的流氓星 但是因为笔刷子太爽了 所以说很垮 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献祭环节了 为了切合主题 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做少女 因为在几乎所有的故事设定里面 被献祭的祭品都是纯洁美丽的人类少女 你们看这只熊 它因为特别的清纯 特别的不作作 所以说连眼线都画不好呢 它只画了一边 我们祭品少女可能感受到了客总的注视 然后它藏起来了 这可不行了 你得有祭品的自我修养 那就是一定要到处的乱跑 这样才能触发剧情喜提flag 我们的祭品少女被眼前的不可名状 不不可名状所深深的震慑住了 还非常讲究的沐浴焚香了哦 打扰了告辞 少女路过了她的信仰 却背弃了她 她选择和魔鬼做交易 成为伤神的爪牙 她和永恒的混沌融合在了一起 她即是混沌 又即是永恒 啊不好意思 我编不下去了 我们还整点羊 我编不下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